大家好,歡迎收看焦點視頻 那時段,社長閒運密碼 大家看到了,整個螢光幕是2025年的立春八字 我會一口氣分兩集去分析 第一集,講一下整個結構 香港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什麼黑應,世界的潮流又如何 第二集,我會用立春八字去看看 日本會不會在2025年有大地震 會不會有亡國之類 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我們是不是在countdown呢? 不要錯過了 推廣知識共享網絡電視網課網購平台 立即進入焦點網 www.fmtv.hk 會員積分系統 推薦會員計碼,多買多贊 全新系統,置硬來浸水 OK,回來了 2025年的立春八字 在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2025年2月3日 晚上10點多 這段期間就會進入新的一年 就是立春日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年初六來的 年初六,晚上10點多才立春 才是真真正正的月智年 月智年有什麼特點呢? 月智年其實就是清蛇 2024年 我現在錄了這一集的這一刻 其實還未到中秋 但是焦點視頻高瞻遠足 已經在講下一年發生什麼事 很多師傅都講了十二身超 我就不拾人牙威了 我就直接講2025年的立春 我也有一件事就贏了他們 因為我講春牛圖 大家不要錯過看回春牛圖那集 我講這一刻 也有三萬多人看的 我也挺滿意 沒有師傅講春牛圖怎麼用 在如無意外 這個2025的立春八字 又是我劉東林第一個去解話的 首先 有幾句話 鎮回大家 關於這一年要做些什麼呢? 關於這一年要做些什麼呢? 不阻礙大家 這裡看得清楚一點 強目要穿紅 青蛇不往西 記住這兩句話 就是我們2025年安心立命的一年 2025踏入立春那一刻 就是十點多 年初六晚上 我劉東林 行運社長強烈建議 大家有看這一集 分享出去 自己用口去解釋 在Facebook 或者在Whatsapp 立春當晚 記住 不論男女老幼 盡可能 你睡覺那一刻 是有紅色的 什麼叫做睡覺那一刻 紅色睡衣 紅色底褲 紅色底衣 紅色底衣 紅色巴拉 你說茶紅的嘴來睡覺呢 那我也可以的 你忍得到就可以了 那枕頭紅色可以不可以 那些皮疊紅色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兩樣東西 因為我每逢過年 年三十晚 或者立春前 我都喜歡穿紅底褲 那年會比較黃 其實都不關五行事 總之紅色就是吉祥 那一刻 第二 因為正正應了這一句 強木要穿紅 要穿紅 多些穿紅色的衣服 就會把木的氣去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呢 有幾樣東西的 還有一句 青蛇不枉西 那 跟西方的距離 距離感更加強 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大家 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說 西方國家又怎樣怎樣怎樣 外國勢力 那個意識形態的 之爭 就會更加強 不枉西的意思 就是說 跟西方國家 太過接近的東西 都不是那麼順利 那我們這一年 做生意買賣 就很難做到外國勢力的單 還有呢 盡量呢 如果真是避無可避了 要去出旅程 去美國 去英國 去加拿大 呢 那就 帶多些 催急避兇的東西 有機會找一集說一下 那就順順利利了 那你說會不會 什麼 飛機失事 車禍那些 我不敢說 只不過 我們呢 一向都行善 值得的 一向都做好事的 那就 神鬼庇佑 神鬼扶持 去到哪裡都貴人開路 我都希望大家是這樣的 那 那 兩句說話 就好好去 運用了 好了 那我們刷一刷 年初六晚 即是2025年初六晚 立春的八字是怎樣 四處八字 月治年 無人月 貴某日 貴害時 那麼呢 很強的 木火之氣 我們看到 木火之氣了 但是貴水呢 有back up 日元 害時 旁邊又有貴 那麼呢 根本上 陰天剛 即是 十個天剛裏面的陰天剛 月丁幾新貴 一向呢 都不需要身旺 都可以任到財官的 是的 那麼 貴水呢 就是五個陰天剛裏面 最柔弱 最陰柔 也是最寒冷的 一個日元 最觸摸不定 但是 它有跟的話 有匹劫呢 那麼呢 貴水呢 就會 就會 有個 有個主意 它有個自我會比較 更加強 比這個 楊的天剛 可能會更加執著的 就是咬著一些東西呢 就會拖泥帶水 那麼我預計呢 整個宏觀環境 2025年呢 很多政府的政策上面 或者國與國之間的爭拗 或者一些合作呢 都是呈一個膠著的狀態 是的 斷斷續續 一時好一下 一時就沒有一件事 一時就反面 一會兒又好像繼續談 那樣 但是談來談去呢 都不會有什麼結果 那麼反映到呢 在公司上面呢 因為這個八字是屬於全世界的 屬於香港人的 如果你相信八字的話呢 就更加會應酷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外籍人士呢 你是不知道什麼叫八字 你是一生之中 都不會學會甲乙丙丁的了 或者對你的影響沒那麼大 但是 如果你是華人的 你又在看焦點視頻 其實你也是號原學的 你又懂八字的 那對我們的影響呢 就會很大了 就是說 無論是 公司的問題 公司的政策 我們家裡的事 都會呢 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都是會變的 那麼我們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就反而呢 就不要這麼執著了 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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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完任運 那麼呢 那些事呢 你就會舒服些 否則呢 真真咬咬咬呢 而且又沒有結果 罵到 臉紅已熱 大家你生氣我 很敏症 但是也沒有結果 那就不要了 那麼大家呢 就E.C. Come E.C. Go 反正呢 就是借回來的時間 引用某句電影的一句名言 我們再細分 有句說話 爭合不合 兩個桂水呢 就爭著毛肚 日元是桂水 時光又是季 有個筆劍 那是甚麼來的呢 另外一個 會不會另外一個是台灣 或者澳門 爭著合個政官 爭著拆爺爺 爭爺 那是為了甚麼呢 有甚麼事是會這樣呢 那香港爭不爭得贏呢 是 在我們公司上面 大家 做老闆也好 打工也好 都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想向上爬 想向上爬 但是很多人跟你爭 是 要做一點點事 才可以贏了對手 很簡單 你始終你是主角 近水流堂先登輿 跟老闆的關係好些 你做生意的 跟客人的關係好些 跟官的關係好些 就容易合得到 合完之後 就化財 霧桂合化火 化不化得成 看個月令 人藏 人藏 就夾 丙 這個丙火 是化得成的 加上 人也是霧桃的長生 這裡有個字 是賺到錢的 可能年輕的人 跟我年輕的時候 我都四十幾五十歲 我年輕的時候 如何力真上游 我可能九千元 萬二元 但是我 起碼告訴老闆 我是值四萬元 值五萬元 所以很值得想 你沒有叫那件事 我自己都舉手 爭著做 人家六點鐘下班 可能磨到九點 有事 這件事誰處理誰做 其實我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老闆問 立即舉手 那些事 shoot 就拿到 那些事我們賺到 很多東西都會相當 有人認同我 以前的人是這樣上位 這代 在6點鐘下班 5時55分 就回廁滑 打卡就離開了 最好你叫不到我的名字最好 我又不知道你是誰 總之有事不用叫我做的 我不開心就馬上打招 WhatsApp通知就可以了 不用遞信 這樣的情況 這是很興奮很大的社會問題 或者哲學的事情 或者每一代的人不同 有自己的生活 我下班 我打機轉Uber不好 我追求女兒爆房不好 我回家陪老婆 子女不好 為什麼我還要這麼多東西 在公司賣力呢 可能現在年輕一代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說 別人不做 你做 你就贏了 別人做得少 你做得多 你就突出 年輕人 如果想多賺錢 你還有發達這個願望 趁樓便宜 還想買的 不用租樓 你做得多的 多一點錢 多一點女兒 聽聽我說 跟上司 打好關係 上司的意思 比如你打工的 前線的 你未必見得到老闆 未必見得到 CEO 但是你的頂頭上司一定要混熟 你跟頂頭上司熟了 他寫你加工 你明明沒有上班的 或者是遲路的 他說你回來了 不過有些事要他做 所以出去了 你跟頂頭上司熟了 是有很多好處的 上當年我落足鞋子去做這件事 現在這一代沒有 怎麼會叫劉主任 叫劉經理 客人就會叫劉總 叫劉社長 這些同事也是 叫Gary 我們以前是論資排輩 都記得了 這個是王主任 這個不知什麼 我講我的分享 未必是對的 因為時代不同了 現在除了打工和做生意之外 很多方法賺錢 不需要看人認識 年輕人有自己一套 只不過我提供一個方法 如果你還是想上位的 或者是有些事想再做好些的 或者你跟我一樣 都是四五十歲的人 但是都想博一下升職 想做多些生意 一定要跟 跟話事的人 有權力的人 特別是影響到你 賺多少錢 加多少薪 然後有沒有駕放 那個 打好關係 另一件事 會有搬屋的情況 整個八字 就看到一個轉移的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月亮 是有一個營 人質 三營就齊了 人質的半營 你會看到整個社會在動 有些行業 沒得做 有些新興行業 炸了出來 有些舊有的經濟 舊有的店舖 就會不見了 反而有些新人士 新作風 就來了 亦都是因為 正式踏入九運的第二年 那些東西就出來了 甲晨年就未必都出來了 越智年就開始湧現了 這件事 大家都要注意了 還有剛才說 強木就要穿紅 人貌害這些全部都是很強的木 很強的木 其實就靠字譜去通關 無論 其實在八字 即在各客的八字 就看到 究竟你的祖先有沒有靈 你有事的時候 拜祖先 祖先夠不夠 是看到的 每個人八字都看到的 如果你看回 這個 2025年立春的八字 去forecasting 2025究竟有什麼發生 就會看到 其實每一個人的上司 每一個人的政府 都是有些人事的爭拗 有些人事的爭拗 還有 因為那個官是靠財去生 財新官 這樣明白 犯法的事不要做 要合乎接地氣 香港有香港那套 內地有內地那套 大家去靈活 去處理 否則 就說我 行運社長 在節目中 教唆他人 什麼什麼什麼 我只是告訴你 財是新官的 有錢 就能通散 但是要靈活運用 在一些法制很健全的社會 亂來 就牢也有得坐 這個也是祖先位 財新官 財可通臣 也代表 剛才所說的 祖先 在2025年 無論我們的八字 祖先是否離我們也好 但是去到這一年 你有事拜祖先 都會零射不同 都會有條路開給我們的 因為 其實大家知道 墓土、紀土 都是靠火去生 那這個自藏什麼 自藏丙墓根 那這個墓 那個人緣 寫完 小小 都從小記 巴毛弄虎 這個墓 其實 都是合緊 日緣 還有 下半年的情況 那會代表什麼 代表祖先的元素 是會照著大家 大家 是不是要長期拜祖先 很大陣仗 幾大陣仗都好 你找我 都搞定 自己做可以嗎 不用錢 可以嗎 念個心經 念心經 二百六十幾個字 心經很容易背 觀智在菩薩 行心 波羅蜜多士 然後回向自己做 一天念一次 那你這年順順利利 平平安安 發不發達 就真的看自己福德 但是有些事情 小劫 小病小痛 一些挑戰的事情 都會順利一些 好了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因為人生自害都齊了兩個 交通意外 就會多了 可能會有一些 爆炸的事件發生 那些柱油官 或者地下一個坑渠 樓下都會 突然間有些氣體不明的爆炸 大家如果穿 強木耀穿紅 在立春那一刻 穿齊這些紅衣 紅褲就可以 把意外 減到最輕微 其實說到這裏 都七七八八 因為我心裏 都想和大家一起去出點力 我知道 大家都普通人來的 最終目標就是生存 然後就令到自己家人 生活過得好一些 賺多些錢 留給子女 個個都是這樣的 我們這些普通人 可以對世界影響到什麼 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這個立春八詞 對應日本一些事情 我就看到一些災害性的事情 是會發生 但是如果大家 看了我這條片 覺得行運社長的人 都挺有趣的 姑且聽聽聽你 反正又不用錢 我就教大家做些事情 令到 2025年 世界的大災害 或者是 日本的滅國之災 我們可以阻止到 但是這個世界什麼人都有 有些人覺得 日本應該是亡國的 因為日本人做了很多錯事 怎樣怎樣怎樣 我也有一集說過 我的是非黑白準則 很簡單 既往不救 過去的事情 就過去了 眼前任何一條生命 就算我不認識 他在我眼前 因為有一些意外 走了有傷亡 我也有七印之心 我也會超渡他的 我也會為他念經 我不管他 我不愛國 我不管他是什麼國家的人 行不行 這個是我自己做人的宗旨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看這個八字 2025年發生什麼事 跟著日本又發生什麼事 那就留意 之後那一集 下集見 多謝收看 全新系統 致安來浸水